北京对话掀开了杀衣关系新的一页 为实现中东和平稳定打开了道路 也为通过对话协商 化解国家间矛盾分歧 树立了典范 无论问题多复杂 挑战多尖锐 只要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 进行平等对话 就一定能够找到 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 中东地区的命运 应该掌握在中东各国人民手中 中方支持中东各国 进一步弘扬独立自主精神 加强团结写作 携手建设更加和平 稳定繁荣的中东 杀衣北京对话 也是有利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 事实证明 拉一派打一派 分而置之 阵营对抗 从来不是处理安全问题的正确方式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 走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 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才是谋求地区和世界 长治久安的长远之策 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指出 中国愿做中东安全稳定的促进者 发展繁荣的合作者 团结自强的推动者 我们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和平安宁 贡献中国智慧 提出中国建议 发挥中国负责任打国作用 也希望更多国家同中方一道 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